我有超能力 累穿的真似之人 三日内的死亡倒戒时 各种黑暗 都是 人耳的最好 他们都活不过今天 我也是凉 到底要发生什么 让我也活不过今天 还好这只狗 不好 又赶不上废机了 没理由 师傅 还有多久到机场 马上到了 现在的小年轻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他头上的数字是凉 他活不过今天了 什么数字 哎我是小伙子 他就是翻个护栏 小伙子 你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 说死就死 是因为我看到 他头上的数字是凉 于是他今天 一定会死 谢谢 欢迎乘坐南方航空 又是凉 先生 怎么了 头上的数字是凉 你活不过今晚 先生 您没事吧 我能看到将死之人的死亡倒计时 数字代表生于兽 头上是凉 说明你活不过今晚 先生 请你不要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你真的活不过今晚 你是不是身患什么绝症了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你进化入座 我就是 我就是 不相信吗 我就是 你再一次跟我说 你真好啊 钱快去 什么每个人的头上闹起数字都是零 难道他们都活不可今晚 这是 谁叫飞机要追悔 这人干什么 他说啥 先生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回到位置上去 不能起飞 这架飞机会发生空难 大家快下机 快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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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架飞机会发生空难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看到你们所有人都活不过今晚 一定是这架飞机会发生空难 才会如此 先生 您说我们会发生空难 请问 您有什么证定 我有超能力 我能看到将死之人 死亡时间到几时 数字是几 就代表着他们的寿命还剩几 所有人头上的数字都是零 代表着你们所有人都活不过今晚 这么巧合的事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架飞机会发生空难 而你们 无一心灭 而你们 无一心灭 我还以为你知道什么内幕了 你竟然说你有超能力 脑子有病吧 小子 脑子有病呢 就不要在这里搞笑 赶紧去医院制止吧 我真的有超能力 我真的能看到你们头上的倒计时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这架飞机一旦起飞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先生 请您不要发布恐怖言论 先生 飞机再有三分钟就要起飞了 请你马上 不能为上去 您可信其了 不可信其五 相信我这一次 顶对就是耽误一点点时间而已 老子分分钟几百万 你耽误得起吗你啊 我告诉你 今天 这个航班要是因为你严误了 老子弄死你了 先生 我们的航班很安全 请您回到座位上 并且记好安全 安全那有个屁用啊 追击啊 击毁人亡懂不懂啊 你的屁玩没玩意 空姐 赶紧让这货鬼 别耽误我们时间好不好 先生 如果您再无数 我们只能执行强制措施 我没有为什么听 把你们接着照顾 我要跟他谈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乘坐南航8633 我是本次航班机长 本次航班由正程飞往龙城 全程一千三百公里 本次飞行时间一小时三十六分 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请各位乘客检查安全带 谢谢 先生 飞机马上起飞 请您入座 我最后再说一次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我是绝对不会让这架飞机起飞的 我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不滚 我再弄死你 滚下去 滚下去 滚下去吧 滚下去 机长 再会起飞 快吓死你啊 机长有位置 怎么了 机长 机长 这位乘客造谣说我们有空难 阻止飞机起飞 这位先生 我们飞机是有严格的飞行计划的 如果您没有确切了证据 来证明我们本次航班可能发生空难 那请您坐好 好吗 机长 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真的有超能力 不单是他 我看到你头上的数字也失灵 飞机一定会发生空难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先生 您的这个言论有点过于荒谬 这没办法成为我们停飞的原因 请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我配合你们去死吗 先生 我得再提醒你一次 如果您还是这么闹下去的话 那我就只能取消您的飞行 请您下飞机了 我停飞 我就不下去 我 你赶紧给我滚一下 先冷静一下先生 什么情况 先冷静一下 先冷静一下 保安保安 八六三三 什么事 放开我 我飞机要拽机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送这位先生下个一记吧 放开 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小姐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吧 我从没说 你能活过今晚 你相信我说的话对不对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吗 白虾你长那么漂亮了啊 竟然相信一个神经病讲的鬼话 机长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换一个飞机只是会当我们一些失机 但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希望取消航班 换一个飞机 这位你大爷 你帮了头等才了不起啊 我看呀 你俩就是一伙的 你要是怕 赶紧滚出这家飞机 别耽误了 我这么飞 抱歉女士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们无法取消本次航班 当然了 你要是听听了一些谣言 觉得本次航班会有什么事故的话 可以和这位先生一样下飞机 好 我和他一起下飞机 机长 几十条人命啊 不能飞 松这两位下飞机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会告诡的 你们干什么 机长 我们接到举报 你在飞机上散播恐怖言论 我没有散播游言 还来你吃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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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同志 他可以为我作证 我说的都是真的 飞机 真的会发生空的 那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说自己有超能力 还说我们会发生空难 这不搞笑吗 我看他呀 是电影看多了 看成了神经病 还说我们活不过今天 这就是搞笑 居然还有人信 怎么可能发生空难呢 啊 这我飞了这么多次 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机长 你说那小子脑子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雷报 记者 你驾驶 无叫他 无叫他 我们发生三三次 找你雷报 请求返航 请求返航 雷通 方 来给我 来给我 这怎么会这样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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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力 谁信啊 我 我信 我 信 真的有福了 你们看 说的都是真的 为什么是我先走 南航8633遭遇空难 已经坠毁了 我们怀疑你与本案有关 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你确定 你是看到了南航8633所有几组成员和乘客头顶的数字 所以 你推断南航8633会遭遇空难对吗 我确定 你有权利保持沈默 但你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行了行了行了 目前没有发现你与死司空那有什么关系 行了自己可以走了 嗨 你在等我 还没来得及感谢你 今天要不是你 我恐怕也遇闹了 救命之恩 小女子莫使难忘 我还以为你要隐身相许 行了 有飞机只有你肯相许 要谢就谢你自己 可惜几十条寿命 你已经尽力了 是不能带你 对了 你的超能力是怎么获得的 一年前我生过一场大病 醒来之后 就能在交死之人的图上 看到代表他们寿命的倒计讯 数字从零到三 代表他们的生命还有几天 真的吗 这也太神奇了吧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狠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狠 陈霄 你怎么在这 孟雪 好巧 巧 我看你是跟踪我 我说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别来打扰我的行情 孟雪 我没有跟踪你 我是看到你头上的数字 什么数字不数字 我告诉你 死缠烂打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陈霄 你认识他了 前女友 可以啊 陈霄 你跟我衔接对不对 他刚跟我分了手 就找了下载 这是为了故意在我面前显摆是吗 孟雪 我跟他才认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拦住你 是因为我看到你头上的数字是一 预示成你只剩下一天的寿命 就谁呢 我拦住你 是因为我看到你头上的数字是一 预示成你只剩下一天的寿命 你招谁呢 孟雪 你相信我 你明天真的要死了 孟雪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跟你分手 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孟雪 你真的 陈霄 你先别说了 你也不相信我 我真的看到了 他头上的数字是一 他活不过明天啊 陈霄 你有本事再说一句 美女 她喝多了 你别喝大一半解释 我没有喝多 我真的看到了 陈霄 别说这些了 喝多了就赶紧回家睡觉 别再问你 走开 孟雪 你不能走 你明天真的要死了 你死了老娘 我都不会死 陈霄 你死了老娘 我都不会死 陈霄 孟雪 陈霄 你干嘛 他只剩下一天的寿命 虽然我们已经分手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你能不能先冷静冷静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跟他说话 他会相信吗 追心上的人 他更不相信 你还要被警察再抓进去一次吗 三连的感情 虽然已经分手 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也没说不救他 你看到他头上的死亡倒气石不是一猛 那不就证明怎么还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 你好 我叫王诗语 陈霄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救啊 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吗 喂 小丽啊 气死我了 我今天碰到了陈霄 那个恶心东西 不但无缝衔接 而且还挣我活不过名气 气得我上去 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气得我上去 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这种男人呀 就是欠打 哎呀 你都不知道 他今天啊 跟个神经历似的脑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估计是舍不得分手被刺激的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怎么配得上我家陌生 我看阿杰可比他强一百倍 明天可要好好把握哟 哎呀 我对阿杰没有什么兴趣 哟 对阿杰没兴趣 那你是不是喜欢你们公司那个男神呀 哎呀好了不跟你说了 明天有事还要扫起 你先洗澡了 明天见拜拜 林梦璇就住在这个小区 你不是看到他头顶上的倒计时数字了吗 那不就代表他明天会出事 今晚应该是安全的 今天安全又怎么样 不知道他明天怎么出事 我们也没办法救啊 我们也没办法救啊 哎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改变他明天的行程 就能改变他的命名 就比如我 我没上那架飞机 我就没死 但如果我上了那架飞机 我就会死 如果改变了他明天的行动课计 那他就不会死了 知道了 但你们两个分手 他明天的行程也不会告诉你 哎我有办法 林梦璇有个闺蜜叫小丽 他们俩心意不理 小丽一定知道林梦璇明天要干嘛 那那你知道小丽在哪吗 当然 哟 没想到你前女友闺蜜 你都这么了解 你不会 我没有 你可别乱说 哎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么激动干嘛 走吧 干嘛 很抱歉 这么晚还打扰你 我们找你有点事 白天招完梦雪 晚上就带着你的新婚来找我 你这是为了挽回你那可怜的自尊心 我们只是想打听了一下梦雪明天的行程 你这是有了新婚 还不忘旧爱啊 陈香 你还真是不要脸 梦雪去哪 关你屁事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分手了 以后不要再缠着梦雪 小丽 你误会了 我跟施宇今天才认识 不是情侣 还有 我问梦雪明天要去哪 也不是为了挽回她 而是为了救她的命 哥 你以为你这种憋小的理由 能骗得了我吗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男人 都是怎么想你呢 我不管你是真风还是假风 梦雪以后的生活 跟你半毛钱的东西都没有 还有 以后不要来缠络我 小丽 小丽 你是梦雪最好的朋友 现在只有你能救她 你一定要告诉我梦雪 明天要去哪 我的确是梦雪最好的朋友 也的确知道 她明天去哪 但是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让开 不让我报警啊 小丽 只要你肯说 这钱啊 就是你 有钱了不起啊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想对梦雪 图谋不轨 我是不会出卖她的 梦雪呢 可是我最好的妓女 你以为 这 我不是那种人 我 看来啊 他们真的是姐妹情深 陈霄 要不就算了 哎 哎 哎 你们干嘛非要知道梦雪明天的行程啊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两个不会伤害她就行 那可不行 梦雪呢 可是我最好的闺蜜 得加钱 哎 你 明天呀 我们去天龙湖野炊 你头上没数字 你也去吗 什么数字 老娘当然去了 不过 我是跟梦雪一块儿走 林梦雪怎么去 她呀 跟她的同事 阿杰一块儿去 我告诉你们 现在阿杰追梦雪 追得可猛 泡个忙 什么忙 明天也追 让梦雪不要去 特别是 不要坐阿杰的车去 明天也追 让梦雪不要去 特别是 不要坐阿杰的车去 那怎么行 说好的事情 怎么能爽约呢 啊 陈霄 你是听说 阿杰逼梦雪 是这么的 你就不怕你 现在的女朋友生气 只要你能 所知 这些钱 就都是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 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爱 哎呀 对付那种败金女 用钱是最简单 最粗暴的方式 可 梦雪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你这么花钱救的 值吗 她要是死了 你一定会很伤心的 主要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对你 不管不过呢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尽最大的 努力救人 跟她是不是我前女友 没关系 那那我也是 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功 明天不就知道 喂 小丽 怎么这么晚还给我打电话 孟雪 别说我对你不够好 我可是帮你 约了你的男神 明天跟你一块看电影 真的呀 可是不是说好明天去野吹的吗 哎呦 孟雪 你怎么拎不清了 你男神要是知道 你坐阿杰的车去野吹 他会怎么想 听我的明天去看电影啊 好 那我听你的 那你早点休息 这曲明天就让你男神 败导在你的石榴旗下 拜拜 拜拜 喂 孟雪 你收拾好了吗 那个阿杰啊 昨天太晚了 我今天有事情去不了吗 不是吧 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真的抱歉啊 我真的有事情去不了了 下次下次也 那好吧 下次可不都在想的了 嗯 好的好的 拜拜 耶 哎 阿杰一个人离开了 看来小丽收服林梦雪 今天不去野吹了 既然命运已经改变 那他今天是不是就不喝酒 也许吧 不过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对了 你刚才 看到阿杰头上的倒计时数字了吗 糟了 我把这茬给忘了 刚才隔着城没看到他人 我把这茬给忘了 刚才隔着城没看到他人 没事 也许他没事呢 也许他没事呢 您好 您拨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红 您拨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红 我让你再来 快接 喂小丽 陈销 阿杰出车祸死了 什么 阿杰死了 为啥要是今天坐他的车 今天就死定了 还好我昨天听你们的 不对 你们昨天为什么一定要让我 阻止梦雪坐阿杰的车 我看到梦雪今天会死 所以 你够了陈销 你告诉我 阿杰的车祸是不是你搞的鬼 阿杰的车祸是不是你搞的鬼 不是我小丽 我若是看到阿杰今天会死 我一定会阻止他的 芝香 一定是你看不得阿杰追梦雪 他的死一定与你有关 我 阿杰死了 我怎么没想到看他一眼 我要是看上一眼 我一定会想办法拦住他的 这也不能怪你 你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起码我们破了陈锋雪 除车祸死亡的命运对吧 我们去看看他的倒计时消失了没有 走吧 小丽呀什么情况呀 我怎么联系不上我男神 还有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你搞什么呀 早知道去野春了 我内衣呢 我内衣呢 我弄给你 我给你 你 你 我 誰呀 又是你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我们就是过来看你 你没事就好 你有事 你全家都有事 告诉你陈先生 我们已经分手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李游 我上道歉时没有消失 变成了李游 李游 我上道歉时没有消失 变成了李游 这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已经不去野吹了 那为什么头上还有刀剂时 我也不知道 陈霄 少在我面前装神弄过 也说是你阻止了 你闲着没事 干故意恶心我是不是 默雪 我看到你今天会意外生亡 所以找小莉阻止你去野吹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防止你出车祸 垫死 摔死 淹死 被门夹死 你今天必须跟我待在一块 不要出门 你做什么春秋大梦 为了让我跟你在一起 你咒我死是吧 你怎么这么恶心呢 我恶心 默雪 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吃饱了仓仓过来找你 那你滚啊 老娘遇到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 但你一天天的咒我死 你怎么不去死啊 陈霄 你们两个都冷静一下 默雪 陈霄他真的没有咒你 阿杰已经出车祸死了 要不是陈霄 恐怕你也没命了 什么 阿杰死了 什么 阿杰死了 对 小离刚给我打的电话 我知道你今天的原计划 是坐着阿杰的车切野锤 能以为 阻止你和阿杰一块出门 就可以改变你死亡的命运 没想到你头顶的死亡到期时 还是没有消失 你骗不了我 我不信阿杰是车祸死 我看你 确实要让我便宜 我告诉你 没门 可以给小离打电话 爱 我们只是想保护你 过了今天我们再也不来打扰你 我看你们跟小离串通好了对吧 他电话根本打不通 陈霄 我不管你要算计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进来的 林梦雪 你有什么值得我算计的 算计你的 在你的身子 我需要吗 陈霄 你给我滚 你们都给我滚 林梦雪 陈霄都真的看到你的死亡到期时了 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你啊 哼21世纪收起你们的把戏骗鬼去吧 赶紧滚不然我报警啊 你要相信我们 是什么 是 是 我死了 开门开门 我死了 开门开门 下个门我报警了 陈霄 算了吧 他要是真报警 咱们就更没有办法了 要不咱们下楼守着他 只要他不出门 应该是安静的 走吧 你们两个冷静一下 丁梦雪 陈霄他真的没有动 阿杰已经出去车祸死了 要不是陈霄 恐怕你也没命了 喂 请问阿杰在吗 儿子阿杰他死了 小雷刚才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你今天原本计划是和阿杰一起出门去演会 唯一会阻止你和阿杰一块住门就可以改变你死亡的命运 我倒计时还是没有消失 你说他干不过是真的 让我们今天 真的会死 都是警察 不是故意骗我的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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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会一晚更好 所以找了小丽竹这一句也可以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防身出车祸电子摔死烟害 你今天必须跟我待在一块不能出门 这一块就是我送给你的女藏金扣 你可以随时随地查看 或是你不接扣路线 小丽竹你用这个干嘛 当你你的男人就在你扛里头去 只要我们在这守一天 爬不出门就不会死对吧 这会有这么容易吗 那也没别的办法啊 我们要是报警的话 检查他也不会相信 对了 要不我们每隔半个小时上楼敲个门 只能这样了 刚才那人不对劲 怎么了 说不上来 就是他的眼神 眼神 糟了 怎么了 林某雪 林某雪 开门 开门 林某雪 开门 开门 我要报警 怎么了 我刚才天天里黑雨 还可能杀了林某雪 什么 喂 奥利 我要报警 他让花园发生命案 案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杀害林某雪的凶手 我们也已经系纳归案了 至于你说的看见林某雪头上的死亡倒计时 心理医生判断是你高度刺激下产生的异象 好了 签个字 签个字你就回去了 我 我真傻 明明知道它会发生意外 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去死 我真是个废物 这不关你的事 也许你看到了它的死亡倒计时 它的命运也成定数 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改变不了结局 如果这一切都是定数 这贼老天飞 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死亡倒计时 你知道能够遇知死亡 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你是有多么痛苦吗 我知道 我知道 看着生命在眼前流逝 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 非常难受 我也一样 但是你以后 不会再这样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 救命真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 以身相许了 因为救命真 生子无以为报 只有 以身相许了 来 今天让我们大醉一场 我们比较所有的烦恼 我们比较所有的烦恼 干 我就是个废了 毕业五年一事无成 被女朋友甩 那老板炒鱿鱼 好不容易 靠近期 好不容易为老天给了我这个超能力 我这什么也做不就 我也是一样 毕业五年 虽然公司上市 拥有数亿家产 但还是被老公伤害 被闺蜜背叛 生活也是一团账 结婚了 离婚 现在呢是离婚的冷静期 过几天就离离婚中 怎么 你有一家了 没 老妹 敬明天 敬明天 怎么会这样 神肖 你怎么了 死亡 黄盗计时 什么 你头上 真的有数字 这种事情 你怎么能开玩笑呢 我没有开玩笑 你头上真的有死亡 倒计时 结 犯 那就代表着 三天之后 我就死了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我喝醉了 出现幻觉了 我再睡一觉就好了 陈小 我知道这不是幻觉 我知道这不是幻觉 世约 我不会让你死的 可是 为什么呀 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善事 小的时候 红年不息 长大了 又碰到人长老公 我 我现在好不容易灵魂 我也要以为生亡了是吗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还有三天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改变命运 有我陪着 你不会死的 没用的 命运是不能被改变的 就像林梦雪 我们改变了她的行程 可是 她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林梦雪 她是被谋杀 我们不一样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谋杀 三天之后 是我和她的结婚纪念事 你记得 盘龙山吗 你记得 盘龙山吗 记得 那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我想在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再去一次 好不好 好不好 没想到 你这个人渣 还记得结婚纪念日了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躲了 再也不跟别的女人鬼混 我会一心一意地爱你 另外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将在结婚纪念日那天 把它送给你 你看 我还有机会吗 原来 是她要杀我 原来是她要杀了我 谁 谁要杀你啊 我不确定 反正我现在不会死 我去看看 事与你别冲动 不是还有三天时间吗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你不会死的 没用的 命运是无法更改的 当你看到她走上倒计时的时候 无论我做什么努力 就算逃过一次危机 还是改变不了 三天后我死亡的结局 不是的 飞机上我已经改变过你的命运了 那你飞机上 看到我的死亡倒计时了吗 那你飞机上 看到我的死亡倒计时了吗 从上没数字 你能活过境我 你相信我说的话对不对 所以 我必须回去确认一下 是不是她要杀我 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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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爷 诗语 我一定会为你找到那天改命的办法的 赵秘书 帮我调查一下杨天赤所有的行程 越详细越好 我没有开玩笑 你头上真的有死亡倒计时 姐 那就代表着 三天之后 我就死了 三天之后 是我和她的结婚成事 诗语 小人扑狂 为何爱我 谁与我牢牢 诗语 张秘书 王总 您老公杨天志半个月内的摩东 危机查到了 您老公杨天志半个月内的摩东 危机查到了 说 王总 杨天志最近半个月去了十二次 地下租场 不过五天前 才开始频繁继续往两个地方 是盘龙山吗 没错 就是盘龙山 王总你怎么知道 他这五天去了四次 而且 是他一个人去的 他还去了哪 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去了三次 他去咨询 咨询 咨询什么 你倒是说了呀 咨询 夫妻遗产 妻生的问题 王先生 你要杀了我是吗 你要继承我的遗产是吗 杨天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 这次多亏了你帮忙啊 刘律师 杨先生 您客气了 夫妻遗产 第一继承人 本就应该是平 我只是 提供了一些法律思绪 到时候 再联系 好 随时联系 喂 鬼爷 求您再给我宽限几天吧 赌房的钱 我一定全部还上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还钱老子弄死你 呃 是是是是是 我一定全部还上 请您放心 以上就是继承配偶遗产所需的所有材料 今天 南航8633起班机飞行途中遭遇雷暴 不幸坠毁 所有人员全部遗难 南航8633坠毁 南航8633坠毁 杨总 你找我 是你坐的航班 是不是8633 杨总节 王总坐的飞机 就是南航8634 这班飞机已经去 王总他 你确定啊 我确定 我看到新闻第一时间 核对了王总的订票信息 王总的电话也打不通 我现在准备赶往机上 好 我跟你一块钱 我跟你一块钱 博世约 你终于死了 真是天佑我爷 不行不行 你再冷静一下 我再确认 再确认一下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天佑我爷 不是 你死的好啊 你死了 就不用我亲自动手了 你的一切 你的钱 是我的 喂 喂 是 是 杨天志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哦 我 我听说你的航班遇难了 我就担心一下你 我没事 因为一些突发情况 我下飞机了 我现在在警察局路比路 哦 我听到你没事 我 我就放心了 我很好 你放心吧 我这边正在路比路 回聊 啊 那个稍等一下 等个忙完 我带你去爬山 放松一下 啊 来 王师爷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 哎 老婆 你去哪儿了 我 出去跑业务 刚赶回来 是吗 是啊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天天出去跑业务 老婆 我给你削个平衡吃啊 没再去读 怕过是 以后都不会再读了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老婆 我们好好如初 不要离婚了 好不好 我前两天听说 你去了盘龙山 不是因为我三天后去吗 你怎么提前去了 我 啊 我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 提前布置一下 什么样的惊喜 需要提前去四次 你怎么知道 回答我 我这不是确保 惊喜万无一失吗 就提前去排练排练 万一到时候出意外 弄小成多 怕你又不开心了 惊喜 我看 是惊吓吧 你是不是去排练 怎么把我推下去 怎么把我推下去 老婆 我怎么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我就想给你个惊喜啊 老婆 你先消消气 吃个苹果吧 让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计划 三天后 十四号 结婚纪念日的当天 把我从盘龙山上 推下去 老婆 我怎么会有这点 伤心病狂的想法 为了继承我的遗产 就要在离婚之间 杀了我是吗 老婆 我这么爱你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你真是伤错了我的心 那你告诉我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这三天 你去哪了 我去跑业务了 还在狡辩 那为我要提醒一下 天明路 四十八号 刘律师的事务所 刘律师的事务所 你怎么知道 你去咨询 夫妻意外死亡之后 遗产继承问题 请问 你要继承谁的遗产 你派人跟踪我 你是不是要在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杀了我 然后继承我的遗产 你守在这诬蔑我 这都是你的臆想 我的臆想 对 杨天志 你就是一个 未不熟的白眼狼 我对你那么好 我给你那么多情 我又一次一次原谅你 你呢 反过来要谋伤我 你要干什么 杨天志 你不是想杀了我吗 我告诉你 寒龙伤我是不会去的 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 室友怎么样 你明明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为什么不帮我还债 为什么 你终于承认 你要杀我 终于承认 你要杀我 室友怎么样 你去报警啊 你有证据吗 这一切 都因为你 你为什么不帮着我还债 你知道我天天 被人比赛的感觉 有多痛苦吗 你不是答应我不去赌了吗 你没钱 是你活该 我不赌怎么回本 老婆 我求求你再帮我一次 只要把债还清了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好不好 你做梦 老婆 我求求你了 再帮我最后一次 我帮我 他们会杀了我的 你不告诉我这次 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好不好 你 你还要不要点脸了 你要谋杀我 还关我要钱 我告诉你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不要逼我 我逼你怎么样 你有种 你就现在动手 你为什么不死 你为什么要下飞机 为什么 你不是想我死吗 那你动手啊 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的 动手啊 我要是死了 你也别想活 要连知你不是想我死吗 不是想继承我的一盏 那你动手啊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我是不敢动手 你就跟我滚 咱俩没完 王爷 刘律师 我想另外咨询一件事 没问题 我这里送到你 好 王世宇 你这个字 这都是你逼我的 别死了 别坏 陈霄 我找到了 我找到那天改命的线索了 我找到那天改命的线索了 陈霄 什么线索 我在网上查到 二十年车有一位大师 拥有和我一样的能力 我们一起去找他 好 好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是前门村 据说那位高人 厌倦红尘 隐居此地 只要找到他 你一定会没事的 前门村八十一号 我们找到了 太好了 走 走 走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没事 是只黑猫 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有人吗 有人吗 张大师 您在家吗 陈霄 这怎么连个灯都没有 你们找我 张大师 是 是你吗 你是陈霄 你是王诗语 坐 大师 您怎么认识我呢 我虽然在此隐居 但并不是以事隔绝 我从网上看到的新闻 说前两天有一架飞机失事 你以为是唯一的性子 大师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说说你的超能力 你知道我有超能力 新闻上有 说说吧 大师 一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 醒来之后 我就能看到将死之人 头顶的倒计时 数字是几 就代表着他的剩余寿命 最大是三 最小是零 头顶是零 就代表着他一定活不过今晚 不毅力吧 如果我所料不错 你能看到这姑娘头顶 张大师 您怎么知道 我不但能看到他头顶的数字 头顶的数字是三 也就是说 他需要三天 您真的可以看到 大师 只要您能救我 多少钱都行 钱才乃身外之物 我不需要 你们两个找到这里来 说明我们有人 对对对 缘分 张大师 求您看在缘分的份上 帮他一次吧 他是个好人 天道五十 天眼似九 顿去其义是变数 大师 您说了什么呀 我们怎么听不懂啊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死亡倒计时数字是天命 天命不可为 上天又流出了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 李箴大师告诉我们 生机是什么 想要改天换命 办法只有一 还行 还行大师 替我逆天改命 嗯 你的命我改不了 我只能告诉你办法具体怎么做 要靠你的自己 还请大师 告诉我这改命的方法 难吗 不 如果用这个办法 确实可以改变 头顶有道计时数字人的命 但是 这就是你失去这下潮武力 请大师告诉我们改命的方法 你看到的将死之人 他死亡时间与头顶的数字不匹配 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大师 您能说的再简单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他的头顶数字是三 提前死亡的话 所有人的命运 都会发生改变 就是说 我的死亡道计时是死 如果我提前死 这肯定知道计时的命 还是这位姑娘聪明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要救他 又不是要让他提前死 又不是非要他去死 只要是头顶有数字 任何意义 所有人都会逆天改变 是说 只要有人提前死 施予的命也能改变 杀了 不论 人是自私的 怎么会有人甘愿牺牲自己呢 除了自杀 还有他 不行 杀人是犯法的 怕是 还有别的办法 犯法只有这一个 别无他法 施予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改定行程 比如说 我们去找一个安全屋 小三 你说的这些 我都尝试过 他不会改命 你就别再折腾了 倒计师归零 他仍难逃一劫 不可能 不可能 还有三天的时间 我是不可能放弃的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严禁于此 你们请回吧 张大师 明天明一改 您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我求求你了 告诉我吧 我若能改命 又岂会看到头顶的数字 我若能改命 又岂会自觉于这无人的山岩 没有别的办法 你们回去吧 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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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天命难违 既然改不了 求人命吧 你也别猛火了 施宇 你不能自暴自弃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要去尝试 尝试 怎么尝试 就去杀人吗 好了 先不说这样 你不是去调查你的死人了吗 是我权死 怎么可能 你是他老婆 他为什么害你 他这个人 他就是个败类 是赌成心 他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就是因为我要和他离婚 他想借着这最后一次 就会杀了我 好继承我的遗产 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算了 他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我还有 最后三天的时间 我想在这三天中 放纵自己 其实 我一点都舍不得死 我还这么年轻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还受了那么多苦 我什么都没享受到 我 我不会让你死的 全消 我非常幸运 能在最后的时光里认识你 你答应我 千万不能做傻事 千万不能杀人 好 我答应你 陈霄 明天我想去一趟盘龙山 你可以陪我一起吗 好 陈霄 明天我想去一趟盘龙山 你可以陪我一起吗 好 喂 深雨 我是陈霄 我到了 你下来吧 陈霄 我还没收拾好 要不 你上来休息一会儿 好 深雨 你怎么没关门啊 哦 你先忙 我去个厕所 哦 在那边 哦 嗯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况且我也不是你老婆 你就是我老婆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你的老婆 不许再叫我老婆 老婆 别生气了 昨天是我的错 昨天的事情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们已经结束了 毕竟夫妻一场 非要那么难堪吗 你赶紧给我滚 你不冷静下来 我不走 他是谁 你是施宇的前夫 你马上就要死了 谁你大爷的 你才快死了呢 我问你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 你真的要死吗 我看到你的死吗 到底是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底是 我问你 你是谁 你给我散开 老婆 她是谁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是你老婆 而且她是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我什么事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一天 没领结婚证 我就还是你男人 告诉我 糟糕 什么关系 关你屁事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说呢 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跟我 原来 你早就有新欢了 杨先生 你误会了 骗鬼呢 敢做不敢认识吧 杨天志 你这个烂人 我不离开你 还留着过年 对 我就是喜欢他 他比你好百倍千倍 你满意了 你给我闭嘴 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告诉你 要不然 把财产 分我一半 不然 我就把你俩关系 告诉认识你的所有人 什么百名列 杨先生 你有钱 你也没命花 你的死亡倒计时是一 你明天就要死了 你还敢咒骂我 沈香 他头上真有死亡倒计时 没错 是一 比你还少呢 你后天死 他明天就要死 你干嘛 你偷老子的女人 你还敢骂我 信不信我让你 今天借阎王 我没有咒你 你真的活不过明天了 打死你个王八蛋 杨天志 你给我住手 你还敢护着他 你要打你打我 世语 好啊 你们俩真有种 偷钱凑到家里来了 我告诉你 你这属于昏内出轨 我要找御师 我告诉你们 给我等张 陈销 你没事吧 没事 白石 你还记得张大师说的逆天改命吗 又不是非要他去死 让出现死亡倒计时的人提前死 所有人都会逆天改 他逃顶数字是 代表他活不过明天 只要我让他现在死 就能帮你逆天改命 逆天改命 不 不行 杀人是犯法 你会坐牢的 他反正都会死 至少还可以救你 不行 如果要用你的命换我的命 我绝不答应 可 我已经问过我的律师了 昏内出轨 你们全责 等着打官司吧 随便 你没有证据 我看你怎么告我 我告诉你 王石云 你可是正成知名的女总裁 不想身败名列的话 就给我三千万 我拿了钱 立马就跟你离婚 绝对 不再纠缠 好 我答应你 不过呢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只要你答应 别说这三千万 一个亿 我都能给你 真的吗 一个亿 好啊 你说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 现在 立刻从那里跳下去 我马上给你拿钱 我马上给你拿钱 你 你 不敢耍老子 这 这身败名列吧你 杨先生 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反正你也活不过明年 早死完死都得死 不如拿了一个亿 还可以留给你的亲人 劝你 你 你会死 你全家都会死 既然你不敢的话 就从这里滚出去 你敢骂我 王世元 三千万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 咱俩 谁都别想好过 杨天志 你真是个烂人 也不知道上辈子 父母造了什么 你也能生出你这样 猪口不如的东西 你这样的垃圾 怎么不去死啊 你敢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 你烂得像屎一样 还不让我骂了 你老子在绿帽子 还敢骂我 你给我住手 我谁弄死你 杀了你 放手 你给我死 放手 告诉你 老子是被吓的 是个男人 抄这儿童 来呀 你真以为我不敢 来呀 陈霄 你给我把他放下 是个男人 就往这儿的 不然 我捞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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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干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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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枭 你太冲动了 杀了他 你也会被枪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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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 沈云 我做生 到其实结束了 沈云 我为你那天改变成功了 沈云 你以为你是谁 你有什么权利杀人 你有什么权利去替我做选择 如果 这一生活在鬼恨之中 那我还不如死了 我只是想救你啊 我只是想救你啊 沈枭 你怎么这么傻 如果要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沈枭 你快把刀放下 抄这儿捅 来啊 你真以为我不敢 来啊 是个男人 抄这儿捅 动手啊 你快把刀放下 沈枭 你快把刀放下 连刀子吗 算什么男人 够了 杨贴志 不就是三千万吗 只要你能活过明天 我立马打给你 一言为定 如果后天 三千万不到账 我跟你们俩没完 我不是你 我说话算话 好 老子就再信你一次 你别让我失望 你给我滚 后天见 沈枭 你没事吧 沈枭 你答应我 以后千万不能这么冲动 你要是把他杀了 我们怎么办呀 我不杀他 你怎么活呀 沈枢有一死 我只不过是 提前步入了死期 能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你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还能有几天料理后事 我知足了 对不起 是我没有 这不关你的事 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况且 你还告诉我 那个王八蛋 他的死期 会能比他多活一天 我很幸运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陪我出去散散心吧 好 快快快快快快ued 快快快快快快快оп 虎爷 挺的 钱呢 虎爷 您再宽限我两天 我保证连本代理全都还给你 虎爷 两天之后又两天 你逗我玩呢 没没没 就今天 要么还钱 要么 说手 虎爷饶命 不要走我手 虎爷 那就换钱吧 钱呢 钱 虎爷 我今天真没钱 真没钱 你还敢耍我 你这只手 手不想要了 我有钱 钱 钱 现在我老婆的儿子 我有他把语 他答应我付钱就给我三千万 我让你劫力 这一条哥 虎爷 我明天没钱啊 我告诉你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啊 这 这 我要 哼 走 我 啊 我事与 都怪你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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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金牌杀手 丧彪 你要杀谁 杀我老婆 这是他的照片 看清楚 钱呢 这是五万个 事成之后 我再给你五万 这活啊 接了 这是他出门的必经之路 做事 一定要干净利利 不留活口 我从未失手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还好没力 要想逼 本来你给我三千块 你放心 等你死了 你带你的钱好饭 嘿嘿嘿 哎呀 王世约 都是逼 火焰 您放心 火焰 您放心 小妞長得挺漂亮的 可惜啊 你上了我桑彪的生死 這錢馬上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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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話啊 你今天再不花錢 你就死定了 猴子還一個故事不先掛了 回去 喂 趙秘書 王總 楊天志他死了 喂 趙秘書 王總 楊天志他死了 具體什麼情況 死於出戶 據調查 楊天志剛募用力 卡車殺手 地圖 地圖什麼 地圖殺你 沒想到閣下車就被撞毀 試試 沒想到楊天志神人渣 居然想故人開車撞死我 他自己刀心被車撞死我 我該 他這是多刑不易 畢子不易 他死了 這世界上也少了一個禍害 你說他了 你看到了他頭上的死亡倒極時 他今天死也是一種必然 這個善想 我們現在的死亡倒極時 是不是異兒 世宜 世宜 我明天就要死 還好那個人家先走我一步 世宜 我們還有機會 現在唯一 有道具時的人也死 沒機會 你們回去吧 現在 我已經看開了 陳小 今天是我活這個最後一個 我還是想開心一點 好 我已經看開了 今天 是我活著的最後一天 我還是想開心一些 可以嗎 好 世宜 你知道了 我已經愛上了 我怎麼忍心看著你去死 你能死 你能讓你死 停車 丞香 怎麼了 你看那個人 我看到他頭頂的倒計室 是零 他這麼小 只要在今天失去生命了嗎 太可惜了 我想再驗證一下 丞香 沒用的 大師已經說了 只有那一個辦法 世宜 萬一呢 萬一成功了 不想你死 我們再試一次好不好 世宜 好 姑娘你幹嘛 你今年幾歲了 我又不認識你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告訴我今年幾歲了 十八行了吧 你是不是得了什麼絕症啊 你到底要幹嘛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就要死了 我今天會死 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知道 這你都知道 你是算命的嗎 不是算命的 不對 你怎麼知道你要死 你是不是得了什麼絕症 我沒有 你告訴我 喂 丞香美女對不起 丞香 你看我會嚇到人家的 沒事 反正我聽見你 什麼 你知道你要死了 我對這個世界 已經沒有很可憐了 你要自殺 要自殺 為什麼 這人怎麼這麼多問題啊 有這功夫你還不如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會死 我看 算了 跟你說了你也不信 你還沒說 怎麼知道我不信了 美女是這樣的 她能看到將死圈頭上的數字 她看到你頭上的數字是零 所以她會來阻止你想救你 這樣你聽明白了嗎 你還不如跟我說她是算命的 就當我是算命的 現在該你了 說說看你幹什麼要自殺 我男朋友出國人 就這 做自殺 為了一個男人就要去自殺 不值得 他出軌說明他配不上你 對呀 你們不懂 怎麼不懂 我也剛離婚 咱們的生活又不是為了男人生活的 你想想你的爸媽 你又是死了 他們該多傷心啊 我父母在我六座那年 自初出戶死 你還有你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他們也死了 除了親情不是還有友情嗎 你可以跟閨妮吃飯逛街看電影 我男朋友的出軌對象就是我閨蜜 除了親情不是還有友情嗎 你可以跟閨妮吃飯逛街看電影 我男朋友的出軌對象就是我閨蜜 一個人的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吧 對呀 而且你這麼年輕還可以上學 以後上了班賺了錢 想幹嘛就幹嘛是吧 對呀 我初中就輟學了 出來打工又沒人要 交不起房租 房都把我趕出來了 你說這樣的日子 活著有什麼意思 其實 只要活著就無限可能 而我 連活著都是一種生活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羨慕你 姐姐 你得了絕症嗎 差不多吧 這樣姐姐有家公司 你明天就來上班 怎麼樣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啊 你還年輕 不會可以學嗎 今天你就被錄用了 工資今天就算了 總之 你別再想自殺的事了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耶 誒 誒 我們這樣做真的有目 不是誒 知道了 誒小姑娘 嗯 你叫什麼女兒 芬菲 我叫詩宇 她叫陳霄 嗯 菲菲 今天哥哥和姐姐帶你去個地方 啊 哎呀走啊 走啊 我們為什麼要來酒店啊 因為我要逆天改日 今天晚上十二點之前 我們三個 誰也不能離開這個房間半半 我就不相信 你還會發生 還到十二點 為什麼 因為你們頭上都有倒計時 一個死於民族 一個恐懼 為了改變你們死的命 姐姐已經給我找了工作 我已經答應你不自殺了 為什麼今天還會死 那我 十二點 我們十二點 不是一定的想 我有超能力 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死亡到底去 今天我看到你頭頂的數字視力 所以才會攔住你 我的眼視力 就預示著今天一定會死 如果過了十二點 我才能夠確定真的能救下你 所以 今天三個就待在這裡 待到晚上十二點 所以 我們今天三個就待在這裡 再待到晚上十二點 真的假的 這一點都不科學啊 菲菲 他說的是真的 總之呢這裡沒有人會害你 過了十二點 我們就可以擁抱新的生活了 好吧 反正我也沒有什麼可視覺 你們想怎麼樣自己的 那好 那我去檢查一下安全措施 嗯 現在應該沒什麼隱患了 哦 對了 今天任何人敲門都不能開 對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真這麼簡單嗎 要是真這麼簡單的話 真愛是 他也不至於自學前文怎麼 你們神神叨叨說的倒計時 我怎麼看不到啊 哥哥你不會出現幻覺了吧 嗯 其實啊 他第一次說的時候我也不相信 他說 飛機會墜機 飛讓氣場停飛 差點被警察抓起來 但是 沒過多久 那個飛機真的出現了事 只有我和他活了下來 我看到頭上有倒計時且數字是零 不論 別打倒死 啊 你 是 我待著就是 你不算我 是 兩邊 是 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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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 有 你才八點這麼長時間 怎麼才過了半個小時 哎菲菲你幹嘛 我想上廁所啊那我陪你啊 啊要不適於你 我 不用我一個人就是一個 陈霄人家是小女孩他會害羞的 未免也太緊張了吧 我這不是太擔心了嗎 時雨要是後天你沒事 以後的日子會活不過 我還沒想好的考過後天再說 我也沒想 其實 我已經把一束小 我的財產一部分捐出去 一部分回家了 我還給你留個一份 要是我真沒扛過去的話 那你去別說了 菲菲這不是沒事吧 只要再熬過幾個小時 不會再次 嗯 嗯 菲菲上廁所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怎麼沒動靜 我去看看 好 看看 這 你 菲菲 菲菲 菲菲上廁所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怎麼沒動靜 我 我去看看好 飞飞 飞飞飞飞你好了吗 飞飞 飞飞飞 怎么了 车车你怎么了飞飞呢 啊 啊 飞飞飞 啊 为什么已经答应我们不自杀了 为什么该要这样 哥哥 姐姐 谢谢你们 在我想要最大的时候 姐弟的玩具 还对我工具 你一度真的好心 坚强地活下去 可是他又来找我 他给我发了一心 你们在床上的照片 但我也写会 我真的好相信 这个世界给我带来痛苦太多 我真的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谢谢你 给我最后的温暖 你们都是好人 希望姐姐可以把同命 和哥哥生分不下去 人类在十八岁 这个方八蛋 他为什么这样 一定要 死去 混家 陈霄 这是我的遗书 这里边 有你的一份 等我死了 你记得把它 给我的家人 我不要 你不会死的 你一定不会死 陈霄 这就是命 我不相信 一定还有办法 还有办法 谢谢你 让我在最后的时光里 遇见最好的你 陈露 需要计时 施雨 陈霄 你怎么怪怪的呀 我看到自己的倒计时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的数字是 一 怎么会这样 我这辈子特没出气 死了也不可惜 只是有点对不起我妈 她天天盼着我娶媳妇 这些没机会 施雨 你帮我一个忙 假装做我一天女朋友 我想让我妈开心开心 我不假装 我就是你女朋友 妈 你儿子回来了 哎呀 我儿子回来了 这位姑娘是 妈 这是我给你找的儿媳妇 妈 这是我给你找的儿媳妇 伯母好 哎呀 这姑娘长得可真尊呢 臭小子 回来也不说一声 哎 姑娘 快进来 妈 我的眼光不错吧 不错 太不错了 你小子 带女朋友回来 也不给妈说一声 这家里啊 什么都没收拾呢 伯母 咱家一点都不乱 真好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呀 伯母 我叫王施雨 施雨 这名字可真好听 一看哪 就是有文化的人给起的 施雨啊 陈霄要是对你不好呀 你就跟我说 伯母啊 替你教训她 伯母 陈霄她可不敢 陈霄对我可好了 施雨啊 陈霄啊 她脑子有点笨 妈 她要是拿点 做的不对啊 你啊 要多担担 伯母 你就放心吧 陈霄真的对我可好了 那就好 哎呀 你们饿了吧 妈呀 去给你们做午饭 伯母 我帮你吧 哎呀 不用 就坐着 歇着啊 施雨 谢谢你 对我 这么客气干嘛 怎么 你不把我当你女朋友了 对我 这么客气干嘛 怎么 你不把我当你女朋友了 书可能 远远这样该多好 施雨啊 伯母啊 只会做这些家常菜 你可别介意啊 伯母 您做的这些菜都很好吃 真的吗 那可太好了 好了妈 我们下午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们的事要紧 那你们赶紧去忙吧 妈 这些年我攒了些钱 您拿着 哎呀 妈不缺钱 哎呦 这些钱你留着自己花 我花钱厉害 这些钱 你帮我存着 结婚用吧 哎呀 你这孩子 那妈就先帮你存着啊 妈 谢谢你 哎呀 你这臭小子 赶紧赶紧站起来 好端端的磕什么头呀 儿子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啊 哪有怪怪的 就是找到女朋友了开心嘛 是吗 要有什么事 你可别瞒着嘛 诗语 今天真的没事吗 是吗 要有什么事 你可别瞒着嘛 诗语 今天真的没事吗 伯母 你看 我们这不好好的吗 真没事 没事就好 好了妈 我先走了 行 那你快走吧 有时间 你要朝回来呀 好的 妈 我们有时间就回来 哎 伯母再见 路上慢点啊 伯母 你就放心吧 哎 妈你别送了 回去吧 嗯 诗语 您有想去的地方吗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遇 说不定 就死到哪了 我哪也不去 就陪着你 也许 你不会死 陈湘 你要干什么 我不要你死 我要为你逆天改命 我不要你死 我要为你逆天改命 不行 你已经为我做这么多了 要死 也是我死 你头上的数字是零 你死了什么都改变不了 只有我 不可以 你要是为了改变我的命运 想提前死 我也不会毒活 又是倒计时 陈湘 你又看到了什么 他们头上都有倒计时 而且都是零 算了 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深渔 他们头上同时出现数字量 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可是 我们能怎么报呢 我们连自己都救不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跟上去看看吧 其他的事情 之后再说 行 站住 你们两个不是我们厂了吧 站住 你们两个不是我们厂了吧 马上头顶 到底谁也是 说 你们厂是干什么的呀 化工厂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化工厂 你们到底想干嘛 叔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不可以 不是我们厂的人 不准进啊 那我们就在门口看看 老板老板 门口来了两个人 鬼鬼随随的 看着不像好人呢 您要不要过来看看 好的 这么多 全都是灵 出大事了 什么 这么多人 都是灵 没错 就代表着 他们今天都会死在这里 这里是化工厂 难道 化工厂大爆炸 化工厂大爆炸 叔 你们厂有多少人 大概有一千多人呢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一千多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叔 你们厂今天有可能会发生大爆炸 所有人都会死 呸呸呸 你才会死 搞没玩意儿 叔 你把你们领导叫出来 我跟你们领导说 就你们很想见我们领导 我们厂不欢迎你俩啊 赶紧滚 叔 我们是真的有事情和领导说 见不到你们领导 我们就不走了 哎 你这小姑娘这么俊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叔 不是我们不讲理 而是你们化工厂今天 真的要发生大爆炸 这么多员工 我不能坐视不管啊 嘿 小子 我看你是想额钱吧 大爷我在这守了几十年大门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 今天我在这 你们俩谁也别想进去 大爷我在这守了几十年大门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 今天我在这 你们俩谁也别想进去 大爷 你看我们两个下了钱的人吗 下 哎 我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倔呢 哎 我们俩闲着门市跑来寻你开心怎么着 你说你给你领导打个电话怎么了 嘿 你小子 你是想跟大爷干一仗是吧 我可告诉你 大爷我可练过 大爷大爷 您先消消气 我们不见领导也行 把领导电话给我们就行了吧 还想要我们领导电话 没门 告诉你们两个小崽子 赶紧滚 要不然我可打电话报警了 那你报啊 你不报我报 你 干什么呢 黄叔 怎么都冻上家户室了 你们俩干什么呢 孙总 你总算来了 这两个人在我们厂门口闹事呢 闹事 孙总 孩子是个拐事的 嗯 他们俩 吵吵嚷嚷的 说咱们化工厂要爆炸 怎么赶都赶不走 嗯 孙总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 嗯 我们是来见你们化工厂老板的 我就是老板 有什么事 谁说 我就是老板 有什么事 谁说 啊 太好了 孙总 你们厂子 今天就要发生大爆炸 厂里人都会死 你赶紧安排你们的员工 车离厂区 我呸呸呸 你才爆炸 你有病吗你 啊 你们俩人 有 说 哎 孙总 哎 哎 哎 不不 孙总 你不能走 听我说啊 孙总 我告诉你们俩 今天有我在 你们要向进场 先过我这关 看样子 只能来硬的了 啊 你们想要干什么呀 两个大傻子 赶救老子 化工厂会爆炸 老子开场几十年了 年年都是安全谋犯 两个大傻子 喂 老钱 你们今天 安全部检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 安全隐患 孙总 那哪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做事 你还不放心 不是对你不放心 我知道 今天老子出门的时候 碰到两个大傻子 非得说咱们吵 会发生爆炸 胡说八道 孙总 这话你也信 估计就是过来闹事的 我也觉得那两个 是来找事的 不过 老江 老江 你们 还是再进行两次安全排查 不要放过任何的纰漏 听到没有 是 什么精灵 孙总 哎呦我去 你们俩大傻子 打门进来的 啊 完了是吧 孙总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化工厂真的会爆炸 在我车里就晚了 滚头子 老子刚问过安全 真大你们的狗眼 给我看清楚 啊 老子开场几十年了 年年都是安全模范 这爆炸 要是一点点泄露都没有 现在少给我废话 立刻给我滚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这个场子随时都要爆炸 那可是上千条人命 你担当得起吗 这个场子随时都要爆炸 那可是上千条人命 你担当得起吗 你以为你谁啊 你们俩一句话 我就得把我们全场 上千名员工撤出去啊 这造成的损失 你们赔得起吗 我就问你 是钱重要 还是人命重要 人要是死了 那些钱往哪儿花呀 少给我撤 啊 告诉你们 没有证 现在 你就立刻给我滚出去 要不然我就完了 你们又是证据 是啊 我们是没证据 但我说这个化工厂会爆炸 它就一定会爆炸 再不撤离 你就够回去吧 我后悔你大爷 告诉你小子 没有证据 立刻给我滚蛋 要不然我就完了 你 孙总 我没有证据 前天坠落的飞机 南航8633就是证据 什么丑徒的 飞机试试 跟我场子爆炸 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因为我们俩 就是南航8633的 唯二幸存者 没死 跟老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是那句话 还有一点证据 你可以给我滚出去 少跟我扯的 你是不是傻了 要不是因为我 以前预知到 那架飞机会出事 我们两个也不会 活生生出现在你面前 对啊 你现在就跟飞机上 那些人一样 你现在就跟飞机上 那些人一样 少不孤老子 你怎么可能 预料到飞机出事 难不成 这事是你干的 我告诉你 那段事情 跟今天的事 如出一周 我没工夫跟你掰扯 现在立刻安排 所有人撤离 立刻 怎么 你还敢指挥我了 我现在告诉你 还有证据 一个人都别想走 我劝你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了 我是王氏集团 总裁王施宇 你们的场 马上就要爆炸了 立刻给我安排撤离 难道 你就是那个身价百亿 正成最美的女总裁 王施宇 怎么 我是不是把王氏集团 那一言之兆给你看 你才相信 没有 不过 王总 就算是您来了 那我也不能无凭无据的 就把全场上千名员工 撤出去吧 这几百万的损失也就算了 万一造成社会舆论 那我的场子就完了呀 我现在是真的没有时间跟你磨叽 你们场马上就要爆炸了 那可是上千条人命 出了事你担当的起吗 如果再不撤离 所有人都会死 这个责任你担当的起吗 出了问题 我来胆 如果场子没有爆炸 所有损失 我来填给你还不行 孙总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在担心什么 你难道认为我们两个大洞干戈 这是为了寻你开心吗 要不是因为那是上千条人命 我们怎么会管这个事呢 喂 老钱 孙总 工厂线路发生一点问题 已经有高压线断了 我们安全部正在进行 别说 现在立刻马上 安倍所有的员工撤出场去 孙总 有点小问题 没必要撤离吧 我们修一下就好 孙南千 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现在立刻马上 安排所有员工撤出场去 好了 孙总 我这就拉箱警报 车 我们也赶紧撤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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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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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 快快 快快 差不多都撤离完了吧 也不知道我们做的 是不是无用 快快快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走吧 走 工人虽然已经撤离 但是倒计时代表着死亡结果 他们最终还是会死 陈霄 别想那么多了 世语 有一些事情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突然肚子有点疼 我突然肚子有点疼 我先去这一切 我再跟你说 去吧 我等你 陈霄 我今天要先走一步了 要是提前几年遇见你该多好 上个厕所怎么那么慢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谢谢 快死 陈霄你要干什么 我不要你死 你 你 你 工人虽然已经撤离 但是倒计时代表着死亡的结果 他们自宗还是会死 自己 哎干嘛呢你 还救病吗你 陈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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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雨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啊 我突然肚子有点疼 我想先上个厕所再跟你说 去吧 我等你 一下 对不起 原谅我的自死 张大师说了只有一个将死之人提前死 才能那天改变 换出所有人的死亡倒计室 我不能眼睁睁开着化工长 上千号的人死去 可不可以硬着地看着你死去 都会看到他传在倒计室 你才想是清醒你 我终于可以改变你死亡的命运 前绣冥冥之中自我天意 定给我成超能力 应该我遇到 只会有这一刻 是因为 很幸运遇到 往后余生 冲冥 冲冲 真香 你醒醒 冲冲你别吓我 你醒醒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冲冲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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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月 真香 连他 你醒醒 二 先生 快 deepen 前绅 陈销 天 起 一眼眸 医生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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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师兄 放开我 师兄 孙总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那小子下手也太狠了 你看我给我打的 老秦 这厂里边的线路都修好了没 都修好了 目前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厂子也没炸药 我是不是被那两个人给骗了 这厂子也没炸药了 我是不是被那两个人给骗了 孙总 要我说啊 就因为那两个人的话 咱们化工厂停工了整整一天 而且现在媒体也开始报道我们厂子的安全生产问题 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啊 想让他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个王胜宇 你想对我说 谁啊 陈秀你没死 你说呢 你不怕我是鬼啊 我不怕 施玉你的倒计石消失了 看来我们逆天改命了 真的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张大使 真笑 张大使 我看你头顶带着字 手里提着药 你这是准备用自杀来破解倒计石吗 是啊 也许这就是命吧 命运让我拥有了这项能力 又让我爱上他 只有我提前死 才能够破解倒计石 才能够改写他死亡 你 你比我有勇气啊 想当年 我眼睁睁看着我爱人死在我的怀里 却无能为力 我就在这前门村花了二十年时间 研究出了另一个办法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也罢 我就把这个办法传给你吧 什么 难道还有不用死的方法 死还是要死的 不过是假死 是咋死的 不错 大宋提行官宋慈 写了一本喜愿记录 其中有这样一个案子 一个官员蒙冤入狱 为了逃避死刑 就假死出狱 受其证据 喜愿翻案 其中有一个药方 龙骨 加千丹 抱于棉部之主 文火成汤 和金汤 炼至成丹 扶之而亡 扮之苏醒 您是说 用假死 骗过死亡倒计石 嗯 不要片刻之后 口窍出血 呼吸停息 心脏骤体 任何仪器检测 你都是处于死亡状态 不过半日之后 便会自然苏醒 这招真的死了 无人验证 我不敢确定 行与不行 你一试便去 反正你都是要去自杀 假死 还有一线生机 张大师 我愿意一试 只是这丹药来不及了吧 只是这丹药来不及了吧 丹药 我已经替你炼好了 拿去吧 张大师 谢谢你 不必言谢 我只是不想 看你步我后尘 原来是张大师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害得我白白担心 早告诉你就不灵了 你头上的数字消失了 看来我们逆天改命成功了 现在只要化工厂的人 都活下来 我们就彻底成功了 好 那我们去看看 走 这忙活一整天 这也没炸呀 老杰 你能不能通知所有员工 回事花啊 是这样的 刚刚员工撤离的时候 一线工人都回家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中层干部呢 要是想复工的话 也只能等到明天了 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谢 别让我再看你咱们 说 孙总 你们都没事啊 谢 别让我再看你咱们 说 孙总 你们都没事啊 你们两个大骗子 还敢回来 看到你们都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报警是消失了 远工们都还活着 咱们两个成功了 我呸 这有谁死呢 还有你 假冒王施宇 全场的员工全部撤出去 你知道 你给我们厂造出多大的损失吗 来人 小子 你不讲武德 偷袭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同志 我要报警 叔 我之前看到你们真的会死 不过 命运已经被我改写了 对 我告诉你小子 别跟我扯淡啊 我们化工厂没有一点安全问题 而且你们两个人说的什么大爆炸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孙总 孙总 爆炸了 真的爆炸了 孙总 厂里还有什么 爆炸 没人啊 没人就行 孙总 这里不安全 你快点要求 孙总 我的肠子 孙总 我的肠子 孙总 您别激动 老婆 饭做好了 快来吃饭吧 来了 老公 林孟雪 他没死 原来是一场梦啊 喂 孟雪 陈霄 我要结婚了 星老师阿姐 死 这 二 一 一 二 两